好 同學我們來到第二節了 去到出詩表這裡 由我去拆解整篇文章的一些 每個段落或每個部份的密落 如何容易溫習的時候 可能會做一個簡單的筆記 同樣地 如以往 我都會提一提 每一段有些句子 可能是你highlight了它 然後那個是一個重點的句子 是整個段的段子所在 剛才講了很多關於諸葛亮 關於三國 即是熟悍的某些背景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出師表》裏面 諸葛亮要不佛 於是他就書寫了《出師表》 希望《流傳》看完之後 能夠感受到他那種忠誠 勇藝 但我們要看看第一段 第一段其實有幾句 首先交代了為什麼要報答的先帝 然後也分析了當時的形勢 有幾句子 譬如先帝創業未伴 這個頁就是先帝很重視那個 恢復漢室的工業 未到一半就已經 拜拜了 中道崩曹 接著就說天下三分 三分都明顯 同漢應該很熟知三分 即是哪三個 即是藝術五個 然後益州疲弊 就是當時的首都 現在存亡之秋 當中其實如果第一段 這兩個是一個背景來的 重點也是在於最後那幾句 是位之神不下於來 宗旨之事亡生於愛者 蓋追先帝之殊業 這一段其實我自己 一定要給我清楚 是位之神和宗旨之事 其實是兩類的協助在國家的大臣 恢復漢室 恢復漢室的重要的大臣 那世衛之神是主內政朝廷的 而宗旨之事 就因為是泛子對外的 即是奮不顧身去打仗的那些 那簡單來說 即是說無論朝廷的內與外 都是為了追念或追思 即是先帝留給他們的知語之恩 所以同學要留意這一段 那個重點位在這裏 他提出了整個環境 我們不是沒有人的 我們是有人的 上上下下都 即是上下一心的 他交代了這個背景形勢 那去到第二段 其實同學要想 第二段第三段 第四和第五段 其實都是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部份來的 一個整體部份 只不過每一段 其實是在講不同的東西 都是傾向於一個主題 就是 勸諫留學主 勸諫留善的 他用了不同層面的勸諫 第二段 其實第二段 主要來說就是勸諫後主 在主持內政的時候 一些君主應該要有素養 例如他提到 要開張聖庭 即是要廣開熱路 廣泛去聽取意見 也不應該引遇失意 不應該言不及義 說一些不適宜的說話 亦都容易堵塞了中間 中間的路 從這裏看 其實 朱國亮是有心勸諫留善 要找一個正確的治國之道 一個君主應該要有的素質 應該要有的行徑行為 可想而知留善又是怎樣 大家可以 我們有機會可以補充一下 第二段的重點就是 在這裡 不要妄自匪博才會提到 忽然妄自匪博 忍遇失意這些句子 我相信你一定要 highlight 等自己溫習的時候容易一些 甚至乎背上也要 背上也要 真的 開張聖庭 妄自匪博 其實也很簡單 四字詞 當成 到第三段 就是具體做法 上面 某程度上 第二段 開張聖庭 是一些方向原則 方向原則 或者應該要有態度 維軍的態度 但是接著就是一些很具體的做法 就是一些 譬如想佛要公平 不要編師了 不要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為什麼呢 有幾個句子要留意 他就說 宮中和虎中 同樣地 宮中和虎中 其實也是兩個 也是內與外 而且宮是指皇宮去內部 虎是承相虎 諸國良就說 我們一齊 好了 就區為一體 所以那個積佛裝備 講到升降 升遷 讚賞誰 貶益誰 等等 不宜而同 就不應該編師 甚至乎 如果有些人做錯事 作奸犯科 或者做一些好的 良善的行為 應該就論其行賞 論其形賞 或者這麼說 但是要疑父有私 就不是你說 輸了算 應該是交給 適當的部門的人去處理 這個是一個具體做法 到第四和第五段 第四段 就再具體一點了 今次就是把這些人丟出來 但這些人不是諸國良給出來的 他就說是先帝選出來的 沒錯 文神武將 其實我都很大包圍 已經很全面 但是文神和武將 其實是在講第一段 是示威之神 和宗子之士 國猶之 國猶之 秘衣 董允 就是文神 是忠是郎 內部 武將 特別讚賞 聖幸屬軍 繞唱軍師 這些人 為甚麼要留給他用 其實明顯就是 怕他不懂得用 而這件事就牽涉到 後面第五段所講的 用了一個對比 等一下我們第三次 可能講技巧的時候會特別看 講了先漢 西漢 親賢神 遠小人 所以就輕盛 但是 東漢 援靈二帝期間 其實都可能不止 東漢 整個東漢 都是 親小人怨言神 這個有沒有 令有所指 有沒有含意 對於 朱國良來說 熟知劉禪的話 明顯這句是 意有所指 但是他做了一個對比 其實你應該 他經常提及 以光先帝為德 沒錯 就是 跟你爸爸的路 很差 就是 發揚光大 弘揚你父親 那個 為君的人 得 當中他 再講 其實 仍然是有 所謂 忠貞的 死節的 神 就是 願意為國 鞠躬盡 所以使而後而 不就是他 特別剛才提到 揀出來的幾個 他說 請你親之信之 所以這一段 又看到了 你看到整個第二部分 二三四五段 其實都是有一個 各有所依 但是只向同一個主題 都是勸諫後主 好了 到第六段了 動之意情 講一下自己 講一下自己的出身先 講自己的神本佈衣 奸田而已 公奸衣南養 最重要的是 因為 先帝 書尊降貴 三顧草牢 那個誠意 打動了他 即是有人來 三顧草牢 我也很感動 一顧都可以 一顧都可以 不用三顧了 當然 因為他 就說 他 覺得先帝 那種 想他 請他出山 知神 以當世之事 而他也覺得 當時來說 他 剛剛 就 輸了給曹操 長坦波 之戰 他就 臨毅 受命 好了 那幾年呢 他就講二十有一 明顯 這裡說自己是老臣子 老臣子 當你兒子 那樣 真是 你爸爸托孤給我 我不想 有損他的英明 用了這個 它 這也是 很 singer 東 confrontation 那是 真的 秀 就是 那是 他 那是 啊 要 那就是 因為諸葛亮對於劉彼的賞識 那個三故草勞之恩 從頭到尾都在說欲報之於陛下 是不是? 我報不到給你爸爸 走了嘛 報於你 希望能夠你和我一樣一起繼承父親的遺志 這個位其實講的抱負明顯就是討伐曹操 然後還於舊都就是恢復漢室 舊都就是講東漢的洛陽 這個是第六第七段的部分講的 當然也有趣的是第一段其實在分析天下的局勢 現在也在講現在的局勢 我南方已定了 兵甲已足 搞定了 全部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麻煩你 你作為君主都應該就稿上三軍 就是一陣子士氣就出發 整個的每一部分的段落的分佈 大概的內容就是這樣 這裡有幾點我想補充一下 第一點 我教學的時候 我經常跟學生講一個有趣的過程 就是你發覺 他一直講一些言辰的名字出來 是 他永遠不會講誰是小人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這個就是政治和人際關係最高的境界 就是他所有東西都是正面正向的 他是不會去講 譬如大家都心知透明哪個人 在皇帝身邊搞搞震亂說話 但是他就偏偏不講 他就交了一些人名出來 你用這班人就可以了 雖然事實上 大家知道結果 就不是那麼理想 如果你再看《三個演義》裡面 後面講到後面那些鄧雅那些 簡直是跟這個皇帝起衝突的 這些大家都很熟的了 但是我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你發覺這個是很有趣的點 是從他 所以你要背熟那班人 尤其是他一開始講的 民臣武將都齊了 嗯 而你再留意回 譬如他的武將 向寵來計 你會發覺他 稱讚他的地方 其實不是稱讚他好打得的 還稱讚他什麼呢 聖行屬軍 是 其實他是跟人的關係很好 是 其實你會發覺 朱葛亮整個狀態 都是希望 可以和諧的 社會 或者 起碼的政策 大家是同心同德 共同去抗亡這個逆賊 就是那個狀態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這篇文章 你會看到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一些 或者稍後第三年 講得更多的 就是那個叫情理兼備之外 其實你會看到他 充滿了一個智慧 是人際關係的智慧 這裏要最後再講 就是這個同學生經常都提 就是那個陳情治術那一部分 嗯 他最後突然間一不風一轉 就突然間講自己 其實是很不合常理的 其實你是交了一個 計劃書 一個計劃書給老闆 突然間就講 我在公司做了幾多年 就說公盡水 晚上又不睡覺 又睡不睡一國家 又睡不著 就是講一大堆堆 其實 等一下我們就很深入去講 就是動之以情 睡之以理 那個狀態 因為如果大家再明白 我們一開始講的 就是劉蟬是一個 不是那麼聰明 起碼他分析力 管治能力 不是那麼高的人 你跟他說很多道理 其實他可能未必能聽得到 理解和明白 是 反過來就不斷出 我經常講笑 叫他Cindy 你不斷出 Cindy 事事都說他爸爸 當年怎樣怎樣 其實是希望可以 打擋到 這個無能的君主 但是事實上 你當然知道的效果 不是真的理想得很厲害 真的 到最後是不是煩了 我就真的很難說 但是他是用了這個策略去做 這個策略我會 在最後一部分 就是最後一句 我經常都跟學生說 就是 今當遠離 臨表提令 不知所言 你有沒有設計 寫到尾 大家記住 你的卷三綜合能力 你千萬不要寫到尾 我都不知道寫什麼好 最後有格式 最後就是希望你再一次 可以接納我的意見 當然是說這些 我們寫慣議論文 這個綜合能力就知道 但是你會看到他最後 最後呢 他就是到最後 你把他出特朗普卡 就是出最後的一招 就是我會用情去打動 所以你看到 其實整個 他是由一開始 做一個大型的局勢分析 慢慢 逐步逐步 很具體 很具體 很現實的資料 到最後 是急轉直下 用到情 這裡到第三部分 我們會說多些 取相母充 對於諸葛亮提到的人名 有時歷史學家 另一個看法 當然很難去衡量 但是有人就會說 諸葛亮用人 其實他自己都知道 比不上留位的 所以有時 可能從另一個角度去說 其實這些人 不是我安排的 其實是你老爸已經做好了 你老爸用人 是真是高一個層次的 諸葛亮可能用人方面 不然呢 我想他自己心底裡 都很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 那些人其實真的 不是他找回來的 是先帝時代 已經存在的 他只不過是再安排多一次 所以在用人上高 我想諸葛亮 其實自己都有 另一個 我自己有另一個看法 就是 可能他自己都有一些秘技 因為他可能 他都覺得 用人上高 可能他都是差一些 不如用你老爸安排那一批 我的普通文話 好的 那待會我們第三節 我們再說一下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還沒說的 就是動之以情緒治理 那一部分還沒說的 好 待會再見